近来作为舆论热点的前中共铁刀部部长刘志军案又有了最新发展 据广州媒体在最近一篇有关刘志军的报道中透露 早前庭审刘志军案时一笔有争议的受贿款 有部分是流向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也就是中纪委 那么另一部分则是流向了中共中央组织部 也就是中组部 6月9号原铁刀部部长刘志军案在北京开庭审理 刘志军被控涉嫌收受11人贿赂款 共计6460万多元 以及涉嫌滥用职权帮助山西女商人丁书苗 及她的亲属获利39亿多元 刘志军的辩护律师钱烈阳向21世纪经济报道辩称 刘志军没有收受丁书苗4900万元的行贿 钱烈阳表示这4900万元中有4400万 是刘志军指示丁书苗安排送给中纪委 帮原铁道部政治部主任何鸿达开脱罪责 另外500万元则是送给中组部 为一名原铁道部副部长的升迁跑官打点关系而花的 因此钱烈阳认为这4900万元 部署于刘志军名下的私有财产不构成行贿 但是大陆财经杂志披露 早在1986年刘志军就已经开始向下属卖官 而时事评论员林子旭认为 中纪委和组织部很有可能参与到刘志军的腐败案中 中共这个体制就是这个资深腐败的温床 从中共高层开始就已经烂透了 然后从中央一直烂到地方 说中国现在就是被控制在一些腐败官员手里 一点不为过 腐败官员提拔人的时候 当然也要选择一些腐败分子 看看刘志军卖官的这些作为 一切就一目了然了 媒体报道 刘志军自1986年在武汉铁路分局担任党委书记开始 到2011年从铁道部部长职位落马 通过卖官、买官、行贿、受贿的方式 经过25年的苦心经营 建立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利益输送系统 据了解 武汉铁路分局多种经营办公室经济开发部 原副经理刘敏林 先后28次贿赂刘志军 折合人民币约176万多元 而刘敏林得到了刘志军的三次提拔 关注武汉铁路烟草专卖局局长 另外原铁道部政治部主任何鸿达 先后贿赂刘志军10万美元 一路晋升后 何鸿达为求回本 曾向哈尔滨铁路局的多位基层和中层干部卖官 收取钱物 折合人民币1452万多元等等 目前我们看到的刘志军案 显然是被缩水的 而且因为刘志军这个买官卖官 那么他这里面的运作的这个数额非常大 牵扯的人非常广 他作为一个政治前客了 那么他把钱呢 用来去帮他的兄弟和帮他自己 刘志军案呢 他牵扯到非常大的腐化了 和堕落了和贪污了 和这个权力的滥用了 由于刘志军案庭审时 大部分媒体被拒之门外 因此很多细节并不为外界所了解 那么刘志军把4900万元送给中纪委和中组部的谁呢 中纪委和中组部被刘志军咬出来 对至今没有宣判的刘志军案有什么影响呢 因为中组部的话 其实就是说中共的整个干部调配安排 他们中枢的那个神经机构 那么如果把中组部那个扯得太深的话 那么确确实实就是 那个深入到中共的这个体制的 那个直接的心脏了 那么所以我觉得显然 他现在就想把这个分割开来 把这个危机嘛 把它给局部化在一个政府的一个部门里边 林子逊分析 媒体把中纪委和组织部拿出来赛 背后一定有中共的权斗 林子逊指出 中共现在已经病入膏肓 单就官员的腐败 也足够把中共拖垮